主属的朋友们今年进入狗年 得到天以贵人心跟一马心的照应 运势平稳的提升 在工作上可获四半功倍之效 凶星有上门添狗来犯 导致破财的现象 家中长辈有健康问题 其破坏力不永忽视 在事业方面 老鼠得到贵人心的高照 打工一组得到上司长辈提拔 发挥所长 若懂得把握时机 努力耕引 可在职位上有所耀身 今年欲一马心动 多东奔西跑 越动越有才气 那么老鼠在财运方面 今年有一马入命 动中生财 家中游喜更为理想 正偏财两相遇 逢化入心入命宫 财分非常幸亡 为财风之年 恭喜 在感情上 命逢孤成 由凶星来破坏 阴眼感情跟缘分受到冲击 已婚人士跟伴侣 常有口舌争议 外加烂桃花缠身 而犯欲望桃花 要卸直 老鼠 今年健康运 容易情绪不安 需调整自己的心情 同时因情阳入命 容易有意外受伤 在户外运动 要更加小心 风水鞋之中 要化煞化枝 幸运号码 1575 恭喜 请不吝点赞